由于近期多位王者主播他访网友对此总结出了五位不同分路的日系主播 首先第一位便是北海道第一对抗路狂魔哥 狂魔哥之所以会被称为北海道人 这与狂魔哥早期的直播内容有很大关系 就比如狂魔哥在直播间答应粉丝中奖每人给100元 结果等到粉丝去对讲的时候 狂魔哥直接把100元换算成了日元的汇率也就是4.7元 这也让喜欢他的粉丝十分不满 直接称其是北海道人还帮他把名字改为张本遗憾 然后就是第二位北海道第一打眼力小涛 据网传23岁的蜜小涛与31岁的日籍女友为了爱情跨越国际相爱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在7月某号当天蜜小涛与女友把这个沉重的日子当成了情人节 与女友一起过七夕 因为在日本的情人节是按公立算的 这也引发了网友的强烈指责 但蜜小涛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还在粉丝群连发十几条言论大骂粉丝 第三位北海道第一中路水兰兰 水兰兰在巅峰赛中撞车到了公式化打野创始人侵略后 直接对此打法进行了锐评 并且还通过剪辑 让大家认为自己才是对的一方 引导粉丝去攻击侵略 自己也通过这波热度 从几千粉丝直接涨到了一万一 第四位北海道第一射手故事 故事因为在7月某号巅峰赛 连贵便开启了谐音梗的玩笑 但好在与蜜小涛相比 故事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向直播间的观众进行道歉 第五位北海道第一辅助叶灵溪 起因是叶灵溪出了一个国富瑶的教程 这个教程的内容就是不必理会射手的感受 直接跟着整支队伍最强的人即可 然后还在局内故意持孙兵炸弹 炸射手做成教学视频发出来 这也被网友尊称骑士公主叶灵溪 以上就是北海道战队的五名主播 那么大家怎么看呢